C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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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崩子民 早安玩玩 我是阿渡凱 今年季中最大的震撼袋 應該就是將於9月完成生涯最後一億 同時引退回到美國的蘿莉了吧 既然他要退休了 來帶大家回顧一下他的生涯 我想也是必須的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羅莉 原名Mike Rowley 出生於1984年的9月14日的紐澤西州 今年準備要滿38歲 他的綽號有很多 不過因為他近幾年的圓呼率低到很可怕 所以最著名的綽號也就是羅問天 因為身高高達192公分 當時高中的他也在很多運動中很吃香 包括美式足球、籃球和棒球 不過3C球員的他 最後在大學選擇了棒球 可惜他在大學的成績沒有特別出色 雖然先發都能夠吃長局數 但防禦率最低也是在2004年的4.81 所以羅莉的大聯盟選修順位 也落在了最後一輪 總順位則是第1441順位 當時被巨人隊挑中的羅莉 來到小聯盟後 從新人聯盟中出發 但是他在新人聯盟角出的表現 完全不像是最後一輪的選手 雖然只出賽了9場小試身手 但繳出1.13防禦率的成績單 而K9則是可怕的11.3 讓羅莉隔年順利來到DJEA 也持續朝著先發投手的定位賣進 一共替球隊出賽了15場 投了整整81局 被敲出63支安打 失掉24分 而防禦率則是只有2.44 更拿下3次小聯盟當中最佳球員 當時羅莉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不太會投出寶送 也因此他的BB9更是只有0.8 巨人隊在2009年把他拉上高階EA 但可能是碰上新人的撞翔期 羅莉開始有點不適應 整季投了22場 吃下123疊一局 雖然拿下8勝9敗 但防禦率和WHIP值都是生涯新高 分別為4.67和1.338 儘管巨人多次把他放到40人保護名單之內 可是隔年還是選擇釋出羅莉 2011年 當時在獨地聯盟打球羅莉投出心得 整季主宰全聯盟的他 繳出14勝5敗 與防禦率1.98的成績 同時摘下聖頭王 防禦率王 三陣王 和年度最佳投手 成為大西洋聯盟 時尚的第二位投手三冠王 中間海盜隊有跟他簽下合約 繳出的成績也不算太差 不過還是不到半個月 就被釋出 因為投出生涯最好的表現 羅莉也去到耐克森英雄 參加球團測試 卻因為球團內部沒有達成共識 羅莉也回絕了英雄隊開出的合約 原本已經想要退休的他 在2012年收到來自於 Lamigo桃園的合約 羅莉的夫人也強力要求他接受合約 而羅莉最終也順從老婆的意願 來到台灣加盟Lamigo桃園隊 並以雷莉這個名字 開啟了他在中職的生涯 很困難 很困難 很軟的感覺 在這島上來到島上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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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好像放錯雷莉了 羅莉在2012年8月來到中職後殺歪全場 初先發面對兄弟相儘管只是小事身手 但寶寶出翹的羅莉繳出9局彎頭勝 用球數111顆球只失掉1分 9月單月羅莉先發出賽5場 就摘下4勝100 以單月防禦率2.97 與15次三陣的成績摘下單月MVP 台灣大賽上對上同一式一共出賽2場 分別投了7.1局和6.1局 10分組統統都控制在3分以內 寫下防禦率1.98的成績 同時摘下優秀球員獎 年底的亞洲職棒大賽上 羅莉也跟著桃園隊出賽 而他隊上三星師擔任先發工作 他也攪出9局送出11K的玩頭玩風勝 讓桃園隊成功殺進亞職大賽冠軍賽 雖然最後冰敗巨人隊 但羅莉的表現也功不可沒 時間來到2013年 祭出羅莉與桃園隊成功續約 羅莉也曾在一場對上同一式的比賽上 攪出7局送出11K的優秀成績 但這年的他隨著投球局數的拉長 訪問率等等的數據也都有所提高 不過整季角速的表現還是很出色 以34次先發寫下 終止單季最多的先發投手出賽紀錄 這個紀錄到至今都還沒有球員可以破 近幾年最靠近的紀錄 則是2016年的布魯斯的30場先發 但距離34次先發也還有一段距離 可以看得出當時羅莉在桃園隊的重要性 最後季末他也摘下投手金手套 與年度三陣王的榮耀 這個球被三陣出局 稍微少一點 這個球會一棒落空 時間快轉到2014年 因為前一年在中職投得不錯 加上雅汁大賽上殺歪全場的戰神表現 讓羅莉被韓執新球隊KT巫師給挖走 而因為是新球隊的關係 羅莉只能夠在二軍替球隊出賽 關於羅莉在韓執投出的成績 我在另外一支影片中有提到 有興趣的球迷可以點到那支影片去收看 而經過評估之後 KT巫師也選擇了性丫頭 Feo Erwin 最終羅莉也被KT巫師解約 嗯...雖然Feo Erwin 最後角色的表現也蠻慘的就是了 時間來到2015年 羅莉在被KT巫師解約之後 雖然LAMIGO桃園隊一度想要找他回鍋 但根據一大犀牛的球團表示 羅莉因為希克的關係 反而是透過經紀人主動聯絡一大犀牛 一大犀牛經過評估之後 也吸收羅莉進入球團之內 而這也算是一大犀牛球團 相當重要的一個決定 因為羅莉即將成為 異大和富方球團史上最重要的一份子 2015年的3月 羅莉投了兩場比賽 一共投了12局只吃掉2分 他還摘下3月的單月MVP 4月的羅莉也依舊神猛 連續三場比賽都持下7局的局數 而且最低投球的局數 也還是有5.1局 3月5場的先發裡面 有3場是優質先發 以防禦率2.76 與三勝的成績 再度拿下單月MVP 2015年的明星賽 羅莉也入選其中 這是他生涯的第二次入選明星賽 在當年全力打滿天飛的年代 羅莉角出的數據 還是跟以前差不多 整機他拿下16勝5敗 在190.2局的投球當中 角出防禦率3.26的成績 而他的K9和BB9 分別為6.8和1.8 也在下三陣王 聖頭王 防禦率王 金手套和最佳使人 哇 羅莉得到的獎項 多到我已經講得模糊不清了 時間來到2016年 羅莉碰上跌跌撞撞的開季 他所角出的表現 也完全不像是前一年的 投手三冠王 不過就在第三戰開始 羅莉馬上把姿態整理好 面對當年度最強的暴力圓打線 他角出8局7K 0.10分的鬼神表現 對於這個球員的調整啊 對於這個球員的調整啊 來說 也不是說一天兩天 對 他要去盔子 破壞掉他 他自己覺得是一個太內側的壞球 做一個閃身 對 看他真的 這一季的羅莉 就開始有受到用球的影響 過往的防禦率 都能夠壓在4以內的他 卻在這年的防禦率 開始飆升到4.6以上 更有一場比賽 2.2局就失掉8分的慘烈紀錄 不過老經驗的羅莉也很快調整 他那季最後的5場出賽 有4場吃了8局 而且用數數最高是114顆球 同時這5場出賽 全部都是優質先發 更有一場比賽 攪出8局 送出8次三陣0.10分的成績 累積98 一隻全能打 人手上確實會成功 對 三個球 直球進來 結果余德龍沒有出放 被三陣 第八 因為毅大的莉猛 藍絲保 和蘿莉揚頭 三本柱的成績 毅大犀牛也殺進總冠軍賽中 而蘿莉也被分配到 擔任第一戰的先發投手 結果他在3.2局當中 被對手爆打 吃掉5分的擇10分 讓毅大被對手取得第一勝 不過雙方平手 關鍵第五戰 再度由蘿莉掛帥先發 而蘿莉也迅速調整自己的狀態 在6局的投球當中 只因為保送而被擠回1分 其他都能夠順利解決對手 並摘下勝投 球季結束之後 蘿莉再度成為聯盟中最棒的投手 除了三陣王被布魯斯搶走以外 他也還是包辦了勝投王和防衛律王 同時爆走了最佳投手獎 時間來到2017年 即將效力於終止第五年的蘿莉 也在開機前 就被一大轉手後的富邦援來 同時被定為開幕賽先發投手 但是蘿莉卻在春訓當中拉上腹肌 最後被取消掉擔任開幕賽先發投手 這也是蘿莉生涯唯一有機會擔任開幕賽先發的一次 不是因為之後富邦都沒有安排他擔任 而是富邦之後都沒有開幕賽可以打 不過這年的蘿莉表現很驚人 同時他締造了生涯的很多紀錄 像是生涯的第一百場先發 第五十場勝投 七百局投球拘束 第六百四三陣 以及生涯第一次的玩頭玩風勝 這裡有沒有機會悄微分數 這年的蘿莉成為富邦陣中最穩定的投手 對 不單單是最穩定的洋投 而是最穩定的投手 拍了四場比賽繳出雙位數三陣 同時飆出單場最多的十二次三陣 整季蘿莉出在二十五場 通通都是先發 投了160.2局 攪出防禦率2.18的成績 同時送出一百五十四次三陣 以及三十二格寶送 拿下十六勝四敗 包含兩次的玩頭一次的玩風 季末也摘下三陣 聖頭和防禦率王 並且拿下聯盟的最佳投手獎 時間來到2018年 蘿莉成為當年度富邦唯一被續約的洋投 不過這年他所攪出的數據頻頻 沒有完成太多的個人紀錄 但也拿下雙位數的聖頭 比計以一百五十七次三陣的成績 拿下聯盟的三陣王 2019年蘿莉再度被續約 儘管祭出因為腹部拉傷趕不上開季 但是也在復出後繼續主宰聯盟 5月8日這天他也完成他生涯的第一千局投球 同時那場比賽他攪出七局7K 只是一分的瘋狂成績 過不久蘿莉又締造了他生涯的新紀錄 5月22日這天對上童醫師 他主投全場只用了107顆球 同時送出十二四三陣 只被敲出兩隻安打 寫下他個人第一場的五四子球 完投完豐盛 然後靠自己來做關門 等到了一顆好球 林靜凱必須要先上點街球 找到二壘手 穩穩的接穩穩的穿 比賽結束 整季蘿莉除了對戰LAMIGO被攻破以外 對戰其他兩隊都是勝利的保證 該季的12勝裡面 一共有9勝是從統一和兄弟手裡拿到的 而蘿莉也在季某以26場出載 防衛率2.78的成績 拿下聯盟防衛率王含最佳食人 而其他兩項的成績也僅次於 該年的火球男李茲而已 並角出177.7的超狂ERA加 儘管不是三冠王 但也可以看得出來 蘿莉是該年的最強先巴投手 不過隨著年紀的增加 加上德寶拉跟其他羊頭的冒出頭 蘿莉的實力也慢慢的被比下去 他也不再像以前一樣 可以健康出賽一整季 而且隊友也不再像以前一樣 願意幫他打進分數 在2021年所角出的ERA加 是超過聯盟平均的122.4 不過卻只拿下七勝九敗 也是當年富邦團隊 吞下第二多敗頭投手 不過蘿莉也還是有為了個人名譽 繼續拼戰 2020年的6月28日這天 蘿莉在三陣陳子勞之後 完成他生涯千K的紀錄 同時以187場出賽 4890個打擊刷新的最快打成的紀錄 目前擺到二軍 不過我們先看到場上蘿莉 中華職棒生涯的1000K出現了 哇這個真的要鼓掌 2020年9月 中華職棒正式為了蘿莉 制定完整的蘿莉條款 而聯盟也通過這項條款 因此2022年打買一定搶次的話 蘿莉就能夠成為所謂的本土洋將 也因此他成為很多球團開搶的人選 季初就傳出很多支球隊 都想要簽下蘿莉 而富邦也端出複數年的合約提供給他 經過蘿莉和他夫人的一番討論之後 蘿莉也決定暫時和富邦簽下一年的合約 2022年開啟因為富邦簽下的洋將非常多 加上蘿莉的年紀 讓蘿莉調整過慢的關係 讓他沒有成為富邦開啟的洋將人選之一 一直到6月4號這天 他才完成他這年的初登場 而且就是7局50分的瘋狂表現 不過當時聖雅累積滿99勝蘿莉 就因為確診跳過將近一個月的先發 之後回來的第一次先發 4.2局15分吞敗 第二次挑戰機會 又因為下雨保留比賽 不過就在他第三次挑戰機會當中 他達成了 第四號 打高了 並不理想 右半邊的飛球 張冠婷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蘿莉成為聯盟史上第四位百勝的怪物 而新竹棒球場也因為場地因素而停賽 我想這對蘿莉來說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回憶吧 8月2號這天 蘿莉再度找回前幾年的身手 面對熱天桃園一直到第九局以前 都沒被敲出安打 就在要挑戰生涯首次無安打比賽的過程中 卻還是在最後被林莉敲出關鍵的二雷安打 只差幾天就要達成本土洋將資格的蘿莉 他在受訪的時候表示這將會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很開心自己有這個機會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 富邦也宣布舉行蘿莉的引退記者會 蘿莉本人也分享自己很喜歡台灣 包括自己的球隊富邦和蔣 並在最後選擇在9月2號投完生涯最後一役後 就會高掛球鞋與手套退休回家陪家人 蘿莉她的生涯帶給我們非常多的回憶 包括各種離合以及各種奇妙的手勢 就算隊友無法幫她打下勝利 她也還是替球隊效力滿9年 她的故事也即將在今年畫下據點 不過至此還是有很多人在猜測 她可能是以陽江退休 再以本土的身份回歸球場 但是這也只有蘿莉本人知道答案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蘿莉的介紹 大家對於蘿莉這位球員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她可以追蹤我的IG 跟大力按下訂閱 火炸都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